第30届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19号下午在台北世贸仪馆隆重登场 今年一共汇聚了146家展商 包括77家国内画廊和69家国外画廊 不但突破去年展商数量 更使用了历届以来最大的展场面积 今年真的不容易 今年因为30年其实我们很早就启动了 所以今年的所有展场里面 我们有来自东北亚东南亚 两个区块都来了 全部的画廊也都支持这一场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产业要自救 区域要自强 我希望艺术东移 因为曾经东方也曾经樊樊过 所以艺术东移 我们整个会有一个未来 应该用东方的美学 东方的哲识来想艺术品 所以把我们馆藏50年来的 这种精品都拿出来 而且是因应这次东方水梦的主题 展出像刘国松 五红树有很多张大千 主办单位中华民国画廊协会表示 迈入30年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将以亚太画廊联盟主席国的地位 将东方艺术推广到国际 并且推动艺术产业的永续发展 尤其在MIT新人推荐特区当中 今年获奖的青年艺术家 充分呈现台湾当代艺术多元特色 那我的作品主要在讨论的是 现代21世纪下 人们与空间的相处各种关系 那像我的后面身后的这件作品 大溪渔港二以及三 这件作品的话 主要是在讨论就是 像是渔港这个空间 与我与大家的一些关系 我的作品的话呢 其实我是用东方的那个自然观 山水的自然观 然后去做那个雕塑的作品 所以我的雕塑作品跟可能 而且是用钢铁这个材质去做 所以我就是想要用 有点像是像山水的那种 比较意识的这种方式 然后去做比较 有点像是一个比较 有机造型的柔软一点的作品 2023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从10月20号到23号 在世贸仪馆盛大展出 邀请观众朋友 踊跃到场参观 见证30年来 中华民国画廊协会 为台湾立下艺术领域重要的里程碑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道